欧洲面临了恶务战争之后 就开始很严重的通货膨胀 接着美国也面临通货膨胀以后 美国联储会激进的升息 美元独强的结果 欧元开始跌下来 全世界货币都贬值 一贬值之后通货膨胀又更严重 在本周开始 欧洲各国所公布的通货膨胀 都超过了10% 这当然会引起政治上后的改变 因为通货膨胀最大的受苦者 就是穷人 或者是某一些 他们觉得这个国家对不起他们的人 因此极端主义就会出现 意大利重新改选出来的政府 就是极右派的政府 极右派的政府是梅洛尼 而他将跟以前意大利的老臣 这些非常在政治上熟练的老臣 像贝勒斯库尼等等组成政府 但欧盟很早看到这个状况 因为他们知道意大利大到不能到 很快的就先纾困了 因为纾困是现在整个意大利的国债危机 还没有到了最严重的状况 但是意大利很可能是我们未来全球经济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雷 我们来看一下的报道 这是意大利未来的新总理 也是欧洲极右派的新面孔 45岁意大利兄弟党党魁梅洛尼 是9月25日意大利大选的真正赢家 他能不能颠覆意大利战后 77年67个内阁 平均执政寿命只有14个月的记录 还是个大问号 但是梅洛尼已经创下了首位意大利女总理的记录 以及二战以来首次由后法西斯的意大利兄弟党 领导组阁执政的记录 一个足以被认为是改变意大利历史的记录 这是选后意大利报纸的头条标题 或是意大利大地震 左派的报纸更以梅洛尼刑法西斯举手里的照片 作为头版头条 这也是欧洲的政治大地震 继瑞典之后 意大利兄弟党最后赢得超过26%的选票 梅洛尼与极右派萨尔维尼和保守派贝鲁斯科尼 共同组成的右派联盟 一共获得了44%的选票 意大利不是瑞典 意大利也不是希腊 意大利是欧盟的创始国 更是欧元区的第三大经济体 一夜之间 梅洛尼越升为欧洲极右派的领袖 立刻获得了波兰政府和匈牙利总理奥班的支持 也得到了西班牙法国极右派的祝贺 选前鸦雀无声 选后反应谨慎的欧盟 倒是在选后第二天 9月27日 以行动表态 批准了对意大利第二笔纾困基金的勤款要求 一共是210亿欧元的款项中 包括100亿欧元的补助款 和110亿欧元的新冠纾困净额贷款 因为是德拉吉内阁唯一反对党 而赢得大选的梅洛尼 竟然反奉地成了意大利改革计划的最大受益者 事实上欧盟在6月22日 就已经通过了 对意大利复苏改革计划的积极评估 这是欧盟对于意大利补助款总额 689亿欧元 和1226亿欧元贷款的重要指标 9月27日 第二笔勤款成功 并非是欧盟对梅洛尼当选的表态支持 而其对于德拉吉内阁三个月之前 所提出改革计划的肯定 德拉吉内阁提供了详细而全面的证据 证明已经实现了45项改革目标 因此获得了6月22日的正面评估 但欧盟的这份肯定 并没有阻止德拉吉内阁 在7月21日的信任投票之后 辞职下台 但是梅洛尼在选前是这么说的 梅洛尼在选前不断强调 甚至以不同的欧洲语言公开表示 有关意大利兄弟党一旦执政 会导致意大利脱离欧元 或是走向专制政权 是极其荒谬的谣言 欧盟需要一个稳定的意大利 但是从2018的4% 一名惊人连番6倍到2022年的26% 梅洛尼真正的成功 在于接受了北方联盟 萨尔维尼的基本票盘 萨尔维尼所领导的北方联盟 也曾经在2019的欧洲大选势如破竹 获得高达33.6%的选票 但是除了执政之后的现实 让他失去了光环 他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 对普丁一于言表的崇拜 也让沙尔维尼的人气暴跌 她说了一样 她是变成了一场最恐惧的 最恐惧的 最恐惧的 因为她说 当其他人说 我们要做了15%的 flat tax 她说 我们不能做这 在这里 因为她是变成了一场最恐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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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堕胎 反移民 反对欧盟的技术官僚系统 但是拒绝加入德拉基领导的危机内阁 她也极为成功地摆脱了 好法西斯的形象 她远比萨尔维尼更为温和的外表形象 成为在面对疫情 通膨 能源危机 经济衰退的威胁之下 数百万意大利人愤怒与恐慌的出口 选后 本周的意大利10年期公债殖利率 已经达到2013年10月以来 最高的4.52% 意大利和德国的殖利率差 扩大了12个基点 达到241个基点 这不是欧洲的极右派首次赢得选举 但是梅诺尼能不能颠覆欧洲至此 各国极右极左执政必败的魔咒 恐怕没有人敢下注 如果没有通膨 能源危机和经济衰退之下的意大利 平均内阁执政期限都只有14个月 那么梅诺尼的保鲜期能有多长呢 谁相信他的两位联盟伙伴 萨尔维尼和贝鲁兹科尼 会以和为贵的任命接受他的领导 已经决定拨款的欧盟 抢救的是2 big to 4的意大利 但是市场真正关注的焦点 恐怕不再是梅诺尼 而是下一任意大利财政部长的新人选 以及意大利是否会陷入困境 再度掀起欧台秘籍